《创西电视十周年》製作的台歌 《加》 特别将《加》 重新編曲 也找来一班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一起拍摄 今集继续送上《加》 製作花水 是片 今次制作《创西电视十周年》台歌《加》 邀请到不同界别的嘉宾 包括歌手、主持 还有曾经出现在不同见证系列的嘉宾 这天她们聚首在一起拍摄《创西电视》的MV 很开心 因为没有想过 之前我也有看过明天其他见证 看到真人 看到Zoey 我认得你 我看了你的见证 又可以认识到其他见证的弟兄姊妹 也略略听过他们怎样经历神 我也觉得神真的很真实 很感动 虽然第一次见证 但在这里真的像一家人那样 一起去 再去讲如何经历神的爱 《创西电视》的确是一个 除了在上帝看的电视台之外 都是一个熟灵的家 里面有很多熟灵的弟兄姊妹 记得我在去年去到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 这班拍摄的团队 都成为了我的同路人 他们都愿意去祈祷来守望我 而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做一些赛后的拍摄的时候 他们都同样都很尽心 很努力来跟我一起做拍摄 除了见证嘉宾之外 不少得的 就是无时无刻都身体力行 支持《创西电视》的目者 很感恩 今次可以邀请到 程蒙恩长老 李成林院长 陈一华牧师 和梁永世牧师 平日一班牧师都很忙 很多只他们都愿意来到 支持《创西电视》 很开心今天能够和几位牧者 一同拍摄这首歌的MV 大家都很开心 一同去见证神的爱 在过往的日子里面 如何和《创西电视台》同在 同时神的爱又透过电视台 可以带给很多观众 《创西电视台》有十年了 还记得十年前 《创西电视台》开台的时候 我也有份帮忙一些节目 现在《创西电视台》这十年 真是不容易 但我发觉十年当初 神是很大的祝福 恩典保守《创西电视》 所以我今天回来拍摄的时候 那种心情就好像 发挥大家庭那种 开心欢迎的感觉 这次拍摄MV 还令梁永世牧师 想起多年前 为创西电视节目 拍《基督2000》MV的情况 这次再次拍摄 不知道他有什么感受呢 当年拍《基督2000》的时候 我们四个主持人 都是要有舞蹈 结果我被人淘汰 为什么呢 那些拍子全部错了 但这次很好 可以自由发挥 但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个爱在的动作 最重要是那首歌的歌词很感受心 是一个家 是可以让我们在当中有宽恕 有接纳 但为这个家共同努力 所以希望这首歌和MV 可以感染到更多更多的人 但不是靠我们 是神的作为 接下来还会有创西电视台歌MV制作花水 千万不要错过收听《创西情报站》啦